Hello 我是夏妙妍 今天《女千家茶道》 我們做的就是花月的三柚之色 San-you-na-suki 包括了爽花 還有聞一下香 還有喝茶 Hanami 還有Koin-no-ki-ku Chau Itadaki 對了 《女千家茶道》 每一次夏妙妍都會穿很整齊的和裝 其實和服可能大家一路都是這樣 叫做Kimono 但其實我本身就是一級的和裝研究生 所以其實在日本來說 我們這些就不是叫做Kimono 是叫做okizike 所以就是看我Youtube頻道 可以學日文 okizike 也是等於和裝的意思 那我今天就穿了這個灰藍色的 這個春天雪房的和裝 亦都配合了接近夏天來臨的時間 我們比較輕鬆一些去做茶室的茶 還有去獻花、賞花和聞香等等 我每一次穿完之後 通常都要拍下照片 或者拍前面 或者拍下動作 或者拍下我的背包 因為我希望下次可以穿得更加好 茶室裏面也放置了所有的用具 準備好了 其實衣服有知識的意思 有三個 Sanyu no Siki 包括了獻花 另外Hana Yose 還有獻花 其實這是一個禮貌 向茶室的獎客 第一個客人獻花 第二就是聞香 Koi no Kiku 最後就是飲茶 Ochao Itadaki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就叫做三有知識 也都是 色是意識的色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隆重歧視的意識 這裡有一些花 下面可以給你看一下 我插的這個 在女千家 我能夠做到一個插花 也是我榮幸 多謝這個機會 在這裡你可以欣賞一下 這個人形公仔 這個代表了 穿著盔甲的公仔 代表對小朋友的祝福 和希望身體健康 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你可以 Like 和 Subscribe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If You Like My Content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每一次我都會介紹給你知道 我是做什麼女千家茶道 還有介紹給你我穿的和裝 希望你可以喜歡這個 Youtube Channel 希望你可以Like 和Subscribe 告訴你的朋友知道 有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